很多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跑车梦 其中一款很多人都想要的就是这个 Nissan GT-R 不为什么,就因为它那超跑杀手的称号 价钱又比破二手车,不是不是 Poche还要更便宜 现在的二手车 现在的二手 现在的二手 GT-R 大概20多万就可以买到了 有些甚至还少过20万 是时候圆梦了是不是? 不过叻,买车容易养车男 尤其是养这种跑车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算算看 到底养一辆GT-R 要多少钱? OK,所以我们就来一个 Stage 1 也就是普通保养先啦 老实讲,R35 在这方面因为比较多这个科技元素 所以和R32,R33,R34的那个GIS RB 引擎相比的话 真的是不一样的level了 你的皮包要更厚咯 我们就先来讲普通换黑油好了 R35 的这一具 3.8L V6 Turbo 需要5.5L 的黑油 通常啦,这种引擎 他们都是推荐用这种 HKS 或者是Motor 这一类 性能的黑油 换到来的话 大概要900到1000左右 你要浓门一点的黑油也是可以啦 就大概600块这样咯 最重要是要跟到好的那个 spec 没有错的话那个 spec是 5W 40 最重要是后面的号码是要40以上啦 因为涡轮车嘛 那接下来呢,就是牙油了 因为这个R35 它有全驱系统 所以它的牙油的这个容量也是不小 要9.5L 这样换一次大概要2000到2500左右 你还在觉得Persona 换 CVT 有很贵啊 OK,接下来就是这个 Spark Plug 了 因为R35 它是 V6 嘛 所以它就要6颗 Spark Plug 咯 虽然它也是 Nissan 啦 不过打看你这种车要用那种什么 单种 Original Spark 对不对 都是用比较好的 Plug 的嘛 换到来大概要 总共啦 大概要1000到1300左右 OK,接下来就来到这个 Stage 2 也就是讲一讲消耗品啦 我跟你讲,开这种跑车 它这个消耗品的这个消耗程度 并不会比这个换黑油还慢哦 尤其是如果你有下 Track 啊 又或者是偶尔跑山路这种啊 哇,它的消耗速度 Bro 不要玩 首先我们就先来讲这个 Brake 啦 GT-R 它用的是前六后四的这个 Brembo 高性能刹车系统 听到Brembo 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不简单了啦 不过咧,R35 也不一定要用这个 Brembo 的刹车皮 你也是可以选择好像 Endless 啊 之类的这些性能刹车皮啦 都还不错 所以Brembo 的这个刹车皮要多少钱 包装到来大概要2,800 不过 Bro 是前面而已啊 如果 Endless 的话大概也是在 2300 到 2400 左右 后面的呢 原装Brembo 的大概要2500 到 2600 左右 至于 Endless 的就便宜很多了 大概 1500 到 1700 这样 除了 Brake 皮 GT-R 它的这个刹车盘啊 也是出名的耗损很快 而且是那种磨损不平均的 你开久了就会有那种震动感啊 就开了也不爽的感觉咯 你开 GT-R 你不可能去车盘了对不对 所以要换 换到来要多少钱呢 这方面也是很多选择啦 除了原装盘以外 你也是可以选择 Endless 啊 或者是 AP Racing 这些大牌子 4 个盘 大概要 11000 到 18000 左右 OK 讲完 Brake 啦 那轮胎呢 GT-R 用的原装轮胎 尺寸是 20 吋 原装它给你的这个胎呢 是 Bridgestone R1070 没有错的话 好像是 Run Flat Diar 来的啦 多少钱 不会贵啦 大概一万块左右而已嘛 当然你不要用这个原装的这个 R1070 也是可以的 很多 GT-R 的车主呢 都会选择使用这个 Michelin Pilot Super Sport 高性能轮胎啦 又或者是直接选择用这个半热轮胎 好像有个哈马 AD08 啊 Handcoat 的这个 RS4 等等 那 讲回这个 Michelin 啊 这个 Super Sport 它的价钱啊 大概要 9000 左右 有 4 条啦 不过咧 虽然都叫 Michelin 但是这个 Pilot Super Sport 啦 它不是像 SM2 这样跟你讲究什么耐用 而是提供一个很高性的咬地性和黏地性 加上 GT-R 啊 随便随便就 500 匹 600 匹 700 匹这样 不要讲下 track 先啦 只要你那个脚稍微重一点啊 我看可能 5-6000 公里这样 那个轮胎就七七八八了 接下来就到 Stage 3 了 首先呢 我就先讲一些 GT-R 比较出名常怀的东西啦 第一个就是这个 ABS Palm 了 它算是这个 GT-R 的同病来的 尤其是那种比较早期啊 08 年啊 09 年 10 年的 GT-R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多少钱呢? 修这个 ABS Palm 大概 1 万左右 还有一个比较常怀的就是它的这个 T-P-MS 胎压侦测系统 这个东西呢 大概是 800 块 不过是 1 粒 一粒 bro 当然你不要换的话也是可以啦 接下来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这个 GT-R 的 Engine Gasket 啦 它久了过后就很容易会有漏油的问题出现啦 就你的这个 Engine 就看起来很 很不好看的感觉啦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换的话啦 包装大来大概是在 1500 左右 你开这种车龄比较高的 GT-R 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底盘那边 你在开车的时候啊 这个牙箱这边 它会传来一个不怎么舒服的一个杂音 这个声音呢很可能是因为牙箱里面的这个 Flywheel 的 Housing 也就是它的这个盖啦 传进来的 这个问题好像在 GT-R 里面还蛮常出现的 要换的话呢 你就要把整粒牙箱掉下来 然后直接换 做到来的话大概要 10,000 到 11,000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悬吊系统了 我们都知道 R35 它用的这个是电子悬吊 也就是讲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 来给你不同的这个硬度啦 那这个电子悬吊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Hight Level Sensor 这个 Sensor 还蛮常嘎嘎一下的啦 一坏的话啊 你就要准备大概 3000 到 3800 来换这个东西了 只是 Sensor 就这样价钱了喔 叫那个 Absorber 咧 这个 R35 它的 Absorber 是没有散卖的 没有像 Myvi 这样可以买前面一套 还是后面一套 没有 要买的话 就是直接买四支一整套 原装的啦 只是这个电子 Absorber 咧 就要三万块的 当然除了原装的这个电子悬吊也外啦 外面也是有很多那种 Aftermarket 的 Suspension 的 根据外面的这个 GTR 的 Specialist 啊 他们通常都会推荐你换一个 叫 Lich Fill 的牌子的这个 避震器 当然这个 Absorber 咧它不是电子悬吊 所以就会比较便宜 大概两万五千 当然除了这个牌子以外 外面还是有很多其他 Aftermarket 的牌子的 只不过这一方面呢 就 Tried at your own risk 咯 最后的最后 当然是要讲它的这个精华了啦 也就是它的牙箱 我们都知道 R35 用的是双离合变柱箱 假如它没有坏的话 只是换一个 Clutch Set 罢了啦 是不会到很贵 正常啦 不过如果不小心给你开到有问题 你需要修这一粒牙箱 要做 Rebuild 的话 整个 Rebuild 的这个费用 不会贵啦 大概四万五到五万这样 一两百币就这样 不见了 那讲完这三个 Stage 啦 我也顺便给大家知道 这个 GTR R35 它的 Rotex 要多少钱 GTR 在我国的这个路税 是 5721 令吉 关于这个路税的算法呢 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影片 教大家怎样算我国的这个 Rotex 的价格 当然除了 Rotex 以外 大家也别忘记 这台车是要打油 供保险 还有最重要的是供这个车器的 至于油钱方面 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 这个 GTR 平均普通开的话 它的满缸是 70L 平均满缸可以跑一个 350 公里左右 所以以上这些就是买一辆 GTR 可能会面对还有需要更换的零件 当然最重点是还有它的代价啦 所以说虽然讲这个车子是很便宜 可是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你买这种老车啊 你就是要准备一笔钱来做一个预算 stand by 做这个维修用途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就不知道你喜欢这一期的影片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还有意见 如果这里有 GTR 车主的话 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养这一台车的新入旅程 最重要的是它的成本 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说的那样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诶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